這個是雙龍寺 超級人山人 我們是搭纜車上來 但是你也可以走上來 體力好的人 從這邊上下 這裡是要靠雙腿了 這個龍就在這裡了 看到尾巴 對吧 頭是在下面 如果是有人想從這裡下去也可以的 但是是腿要好 四百階 有沒有很寫的 四百階明明就是小case 這一棵 來這一棵看一下這一棵 這個我們沒有看到它結果 這個叫普吉樹 我們釋迦牟女佛就在這種普吉樹下面 修成佛 對這叫普吉樹 它的樹葉下面金金有個小尾巴這樣子 嗯嗯 在印度那邊 尼泊爾那邊 泰國人去就喜歡把那個樹葉 帶著樹葉 帶著樹葉 長這樣 對 那裡的那個 普吉樹還在著 幾千年了 你看那個 幾千年了 那佛教的 看知道嗎 佛羅蜜 所以這就是佛羅蜜 對 佛誕果 不是聖誕果 佛誕果 佛誕果 上面的有個果 從哪裡過來呢 從斯里蘭卡國間拿過來種的 然後上面的果呢 裡面都是黑黑的 不能吃的 可是有味道 味道比較 怎麼說呢 比較臭 所以呢 螞蟻子呢 不喜歡 所以我們就找人 拿去做驅蚊鮮去 大叫三聲 大叫三聲 倒下去 就在這裡啦 誰大叫三聲 這個就是大象啊 帶著那個 我們的佛寶啊 他就來到這裡啊 就大叫三聲 他就倒下去了 就把他按在這裡了 鞋子就放這裡 不會吧 脫鞋 沒有任何保管 鞋子不會被偷吧 哇 金塔耶 這個那個 這個那個 四張的白塔 這一棟呢 就是 川隆寺的 大雄寶殿 我們從這裡大門進去 這個金塔 就要轉下去 好 好 開始金塔走三圈 也是跟我一起走 到下面 好 走三圈 代表三世輪迴 大殿與設立金塔之間 有七座不同姿勢的佛像 代表著守護一周七天 以雙手合十 順時針方向 順著四秒 走三圈 接著進入大殿參拜 祈求平安 然後下面還可以寫 這個好像是在那個解籤 這有架簽 這個是九重隔 九重隔 也是叫九重隔 對 要不然你們叫什麼 香港叫三三頂的 也是加起來也是九 哦三頂 三三三三 三三三 就是三三三 所以台灣叫九重 對我們叫九重隔 九重隔 就是三三九 哦 三三九 三三九 那個是不同顏色的九重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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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鐘也是一種祈福儀式 文鐘聲 反腦清智慧掌菩提聲 離地獄出火坑 願成佛度眾生 哇 他說國際機場在哪裡 現在我們自由活動 他說在這邊啊 國際機場是哪一個 就這個 對 這就是我們青脈的國際機場 那個是飛機 是跑道 是跑道 因為有看到白線 有看到白線 就這樣子 這個告示牌跟你說 不可以用任何佛陀的頭 去做裝飾或紋身 這個也很漂亮 可是我們剛剛有說 那個要走樓梯下去還是坐電梯 就全部只有你不在 大家都要走樓梯 然後 走樓梯就可以了 然後結果導遊說 大家都要走樓梯 我想只有我們兩個要坐電梯 這兩隻白馬還是也是龍 我覺得這像麒麟 喔 我們大概要講麒麟嘛 麒麟的龍 喔 好 白馬龍在下面這個 這是白馬 對啊 麒麟 有一隻就是三紅蛤 整隻龍蛤 一直下去就掉了 對啊 那龍看龍髮 整隻龍 一點點而已 好厲害 我們下去了 我們 即將走到龍頭 聽說這個是四百街 可是我覺得OK了 喔 有嗎 怎麼算七個 右邊三個 左邊四個 七個頭 的龍 這個是泰國的三王同像 三個國王 因為我們泰國以前還沒有統一之前 也是各地方 有各地方都叫國家了 中間的是青脈王 然後左邊的是青賴王 右邊呢 是叫蘇克泰王 中部 後來我們泰國就是被中國的泰國人 來把泰國拼起來了 哦 以前叫仙樓 對 仙樓王國 對吧 然後南 這個是 他騎大象 後來又成立起來了 這是大象 這個是 前皇太后的行宮 皇太后行宮 皇太后花園 皇太后植物園 哦 叫做董山景點 哪裡 董山 上面寫 哦 哦 這座山叫董山 董山 董山啊 董山吧 董 董喔 你沒戴眼睛 董 哈哈哈哈 這三大地方 好 這個要買票 太后皇宮 她在 皇太后的皇宮 然後 這裡 皇太后已經過世 歐洲 是 虎龍美 虎龍美 虎龍美皇帝 的太太 哦 她已經過世三十年了 現在的溫度 大概 我看一下 好 這裡的海拔 990 990 然後我們剛剛坐的那個 八人坐的柴油車 咕咕咕咕咕 上來的 目前的氣溫十八度 這是我們要入園的門票 每個人的票長得都不一樣 看不到大坑哥 有 他那個戶外的 我沒有看到 大家走出來去看戶外 會 有看到嗎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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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太后 前面 不想理你了 父女 父女 父審 還不能亂講話 有荷槍實彈的軍人 在這兒看守 不要亂講話 姐姐 不要跑了 黃太 也在前面 皇帝等等我 今天天氣不怎麼好 這是我們全團的隊友 參觀黃太后的行功 他會發給你語音導覽 播音器材 但是內部是不准 拍摄的 我们只能拍到外面的花园 这个应该是秀琼花 这个花漂亮 OK 前面照 来 这个要做冠一下 好 这个是另外一个 开后行工的绿的花园 这个都是阶梯 不是很好拍 有瑞士小花园的美称 这位皇太后是当今太王的母亲 早年常年旅居瑞士 婴儿喜欢这样的花花草草 这里穿过了丛林独木桥 那个非洲大羚羊 每一处的布景都很有巧思 这里是董山 花园 太后行工 然后后面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那个 非洲林牙 对 对啊 有吗 有 好 En 多蚊子 下去了 下去了 我们上了那边下去了 在河边观赏西洋西下 表示这一天即将结束了 这是我们在青麦最后一晚的住宿 距离青麦市区约一小时 晚上住的就是这一家 火罗拉克里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度假村 它这个才2500多块真便宜 出来旅游就是要吃好住好 我们进入我们这个度假村 行程不要太满 要放松一点 最后一天的行程 我们要去大象学校 骑大象看大象表演 我们并没有参加 在这儿看小孩子玩耍也不错 还有要去参观场景足 就待在这个度假村里面闲晃 我觉得这趟泰国旅游 有一点行程太赶了 难怪他说65岁以上的人要先去 下去哪路 下去 小路 那你有同学可以拍啊 嗯出来旅游嘛 应该轻松一点吧 如果每天再赶行程的话 好累哦 大概不像年轻人吧 觉得要多玩几个点 比较超值 可是在我们的观点 觉得relax 才是真是我们出来放松旅游的目的 我们预约了脚底按摩 是好朋友帮我们约的 做泰式按摩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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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是什么意思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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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摸黑才到达这个度假村 如果今天一早又赶着去起大象 真是辜负了这个杜家村的美景 虽然起大象可能是我们一辈子的机会 可能再来也永远没有机会 因为累积越来越大了 就越来越不可能想要去起大象 看这个绿色的时光隧道 绿色的长廊隧道 我好希望它是一个时光隧道 穿过来穿过去 可以自由的从年轻到老 再从老回到年轻 这晚上点灯 那一个感觉可能不一样 这个是第一栋 第二栋 第三栋 第四栋 我们住的就是第四栋 坐在房间前面的阳台 享受着古墓苍天 鸟语清明 空气清爽 海汉邻居 say hello 嗨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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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小孩 这个是宋波 拿着昨晚刚入手的宋波 在树下听到悠扬的波声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诸法空巷 本来无所失又何来所得呢 今晚点树下